馬路上又見鬼切 在高雄有民眾 日前開車行進三名區 也見一輛客運 打算要強行的變換車道 民眾猛按喇叭 沒有想到客運司機 竟然把手伸出窗外 比出了不雅手勢 畫面曝光也引來了抨擊聲浪 眼看一趟客運 打算強行變換車道 用路人猛按喇叭 就算差一點快撞上 但客運司機人不理浪 用路人也氣得不要罵 更誇張的還在後頭 把手伸出窗外 客運司機竟筆觸出不雅手勢 也讓駕駛氣炸 畫面曝光民眾也撻伐 有效耶 很不甘啊 這個行為真的不好看 這個公車司機 也比較沒有那種道德 還粗俗 事發在今年6月底 高雄三名區九路二路 當時一名莊姓客運司機 從公車停靠區 打算變換車道 發現後方車輛猛按喇叭示警 他不但不理會 還筆觸不雅手勢 做事挑釁 對此客運業者表達歉意 我們第一時間客服人員看到 馬上跟他道歉 說很抱歉 對於司機在外面的行為 我們真的沒辦法管 據瞭解莊姓司機 剛到職三個月 菜鳥上路就惹出事端 現在業者也將計身戒 並加強教育訓練 而針對司機的危險行為 相關單位也紛紛開罰 交融局將會一進行處罰 客運車已有真道行為 處新台幣600元以上 1800元以下罰款 設有公然五路之前 將通知雙方當事人到案 客運司機不顧用路人安危 還比出不雅手勢 如今招罰寄生戒 就判別在惡性違規 記者望外加許宣論 跟從採訪報導 開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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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罰